珊瑚卵子瞬間從豬體大量噴發 在海中擴散 有如防新點點 美不勝收 幾杯以及錶孔珊瑚 是每年珊瑚禪暖的線前部隊 不過珊瑚才剛剛禪暖 卻有民眾拍下這張照片 潛水客直接站立在珊瑚上 開心拍照 行徑相當離譜 珊瑚最好不要 對啊 因為這樣我們破壞珊瑚啊 因為珊瑚每年一年只長一公分 長得非常慢的 對啊 就這樣給它破壞掉 最好不要站在上面啦 對 站在上面 肯定好不容易才有那麼好的環境 然後就這樣被他們遊客這樣破壞 肯定後壁湖是不少潛水客 喜歡的熱門景點 最近正風珊瑚禪暖的高峰期 吸引許多潛水客湧入 但卻有民眾發現 有珊瑚被出新的潛水客碰撞斷裂 甚至還有一名教練 一次是為了取悅客人 竟然帶著潛水客 站在珊瑚角上拍照 誇張的行進讓他看了相當憤怒 在這當地的教練比較會 會去禁止學生會踩在上面啊 但是外來的他們對地方不走 地獄不熟悉的話 他們可能還會再專心在島嶺上面 可能學生就會比較 對啊 沒有去控制他們的學生啊 這樣非常可惜 這麼好的景色要留給下一代來觀賞 跟管處表示目前沒有接到通報 不過站立在珊瑚礁上拍照 等同欲破壞珊瑚 可依法對遊客開罰3000元 只能盼望潛水客多點功德心 記得聯品 屏東報導 你應該會開罰 你可以 我應該會 等我